大家好,我是53伏的暴力羊 今天我們要來錄製的是 巔峰對決100%技能模式 今天我們已經打上了中獅組 次數是已經打完了 但是我們來練習一下 今天打巔峰其實運氣都還不錯 選的角色都還蠻OK的 加上對方配置其實都 有些失誤的感覺 這次我們等了比較久一點 還沒配對到對手 好,配對到103伏 然後積斑2365 我們先選風蠟起來 他應該會選... 欸?1格沒有選起來喔 蠻令我意外的 這次問號都沒選到什麼優質的 角色 那我們就一樣來我是... 創世 竟然是對方先攻 我們要來試一下創世 一樣103是屬於比較麻煩的角色 我們浪費紅丸 我們浪費紅丸 因為紅丸其實... 本來就算是... 送死的角色啦 只是他這樣死 所以又可以直接扣到後排的技能 他應該會選... 瘋娜 痾... 瘋娜 還會... 還會小... 還會那一個沈沒到 真的是... 蠻虧的 只是... 一格在 所以... 可以解控 對...還可以 蠻虧的 庫拉應該... 應該也有技能 其實被庫拉冰到... 洞到其實就比較還好 沒什麼玩 因為... 我們有一格在 一格可以解控 我們先把死坡的木給洗掉 因為死坡的木給洗掉 因為死坡的... 並沒有那個... 放著喔 我們先把死坡的木給洗掉 我們先把死坡的木給洗掉 我們這樣子... 蠻... 蠻不好的耶 應該是不至於被掃台啦 還是以... 打風娜為主 唉唷 他扣出來是... 以為... 一格也有技能 沒關係 我們... 該這樣上 兩隻都可以扣 那一個... 角色的... 藍角的那一個 攻擊趴數 但是它是不會疊加的 我們還是先把麻煩的褲仔先擠掉 喔 它直接先投降了喔 因為這場目前我們贏面已經比較大 好 那這一場 這一場的模式我們就 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